Hello,大家好,我是汪哥 汪哥出品,必属精品 想必大家在朋友圈都被《战狼2》刷爆了吧 今天汪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正火热的《战狼2》 才上映几天的《战狼2》的票房比诺兰的高分神作《敦克哥》的票房 整整高出了5000万美元 成为上周末的全球票房冠军 是华语电影史上票房破10亿最快的电影 《战狼2》的火爆也惊动了外国媒体 这一次的故事发生在非洲 冷风为寻找龙小云的消息来到非洲 却被卷入当地的一场叛乱中 因为曾经作为军人 军人的使命使他无法独自脱身而去 于是冷风孤身犯险冲回轮陷区 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和难民杀出重围 《战狼2》之所以那么火爆 原因之一就是经典的战斗场面 果敢硬朗的冷风展现出来的大无尾精神的英雄主义 让人热血沸腾 更激起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各种各样的枪击现场 爆炸现场 出神入化的伸手 激烈的对抗 真实激烈的画面震撼了整个屏幕 观众从视觉听觉 全方位感受到角色的情绪 而这么刺激的场面表达 那是因为耗费了巨资 从最初的预算8000万到超 至到2亿元用于爆炸场景 整部电影光是汽车 就炸了大概50到100辆 只为更真实地展现《战狼2》的战斗魅力 吴京曾经说过 演员只选对的 不选贵的 但是只要是对的 多贵都不怕 哪怕不得不自掏腰包 填平招吃的额度 汪哥认为 有这么敬业认真的导演 中国的电影成为经典 也不是困难的事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我是汪哥 咱们下期见